我们这边来看抖舞对阵积极的第三局下半场 不影响这一整局的胜负了 但是因为有小分 所以说小马哥应该还是要去努力争一个多抓的 所以他打了一个张皇家底牌的雕刻家 怎么说呢 他把修机快的点都搬掉了 然后放出了一些猛男 然后在对面洞西道 你可能会打雕刻邦邦这一类角色的时候 再掏出了一个画家 我觉得这把马哥就已经凶多吉少 就走得有点远了 这套阵容 他要么天神下凡 要么就是全程被求生者压着打 你很难去想出一个折衷的 就是双方好像你也还行 我也还行 能保皮的那种感觉 就是节奏来了 我这边节奏起来了 那我就是滚雪球滚起来 节奏起不来 你这个抓人得抓半天 是全场唯一的一个博命 所以这边穷者 一旦佣兵被抓 前锋 撞就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再一夹可以 闪现还没好呢 那等于说这边 60秒左右击倒佣兵了 再补夹 雕像 一夹 闪现 地下室 我的老天 这不错呀 这前锋不撞 就还不一定就得下来 这前锋在四号级好像 离得非常的远 一个地下室 其他队友没博命 上来抓了个佣兵 美如画呀 这个佣兵得卖 这个佣兵得卖 但是你 球者如果来救 那这个局 马哥多抓的面很高的 但球者不救呢 现在的话 他的存在感应该是差一夹 加一刀到二阶 外面的总量是两台半左右 其实还行吧 我觉得其实也还行 毕竟马哥他没有挽留的 这波如果球者不来救 不给你多余的存在感 你到不了二阶 真的是让这边的佣兵被挂飞了 我觉得也能接受 球者 这边的话应该是根据足迹 可能能知道前锋的一个位置了 要不要去拦一手前锋 前锋这边的话 我估计都不一定会救 我连薄命都没有的 我救个佣兵干嘛 救个佣兵给你开二阶 我凭什么救吗 我不救好了 我不救你这边 没到二阶 你闪现也交掉了 你不一定有机会 能够快速击倒人的 是这个道理吧 没办法 因为球者人员不救的话 马哥他也只能僵在这边 你万一拉一波球 偷偷的把人给捞下来 我顶出去了 偷偷把人捞下来 这边找到前锋 他真的是专挑硬石头去打呀 硬骨头去啃啊 对吧 先抓佣兵 再抓前锋 算了吧 我觉得这时候抓画家其实挺好的 为什么这时候抓画家挺好的呢 因为这时候的画家 他比较的弱 然后呢 你需要的是什么呢 马哥现在需要的是存在感 他现在需要的是存在感 他需要的是 我快速到二阶 你追个前锋 前锋拉球 你这存在感 久久不能补上的 这边的话 外面总量加起来 修了三台半多了 画家的话 这个位置还能兜一会儿 up戏 up戏 一刀 好的 应该是到二阶了 如果到二阶呢 这边的话 一组两连雕像可以带走 甚至一画出来 都不一定有用的 直接夹倒了 我的老天 好吧 再一个地压师 那前锋呢 没挂地压师 到二阶了 手里面有闪现 感觉马哥这把迎面很大了 这波击倒 对于球者来讲两个问题吧 第一个人不一定就得下来 第二个你机子也不一定修得完 那么大概率这个画家 可能要被挂飞 就马哥这边的话 他这边人站着手椅子 然后利用雕像来改老命码机 球者这边是很难说去把这个局势盘活成一个三人开门战的 你还盘只能盘一个两人开门战 大家让我们上帝视角知道他是没有带那个底牌的 拉了一波非常漂亮的球 拨拨 这一波拉了四分之三的球 顶金生打一刀 这个金生有必要吗 这个金生他是想搏一个震慑 但是这波金生打完 我怎么感觉他给了球人者一个保平的机会 这个画家又不存在过半的 对吧 这波金生好像真的意义不大呀 现在画家继续画画 这幅画如果一顶再往前拉一拉 机子可就拖出来了 这个金生是这样子的 如果说这局你需要抓一个四呢 我觉得顶个金生好像打个震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你只要三的话 我觉得这里没必要顶这个金生啊 好了 现在尴尬住了 这这金生 那马机可以亮啊 金生作用就尬在这边了 这局杂技一个人点亮了五台机子啊 没有一台是其他人点亮的 全是杂技点亮的 张玉健说 我一个千只大神 你们让我修机 让我点亮五台密码机 平了平了平了 应该是平了 画家的话毕竟是个白板 我觉得他走应该走不了 但是应该是可以拖出队友的一个开门了 一边的门已经开了 另外一边的话前锋 这边稍微出来顶一顶就可以了 稍微出来压一压 甚至他们好像还想要去争取一个三跑 前锋这边的话 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拖开门的一个时间 给队友争取一个开门的时间 他不会真的要来搞一手吧 撞救 撞救你可知道人家对面是金生啊 这不可能撞救了吧 走了走了 对对对 那没什么问题 波波这边只是单纯的就是给队友去撑一个开门的时间 那这样的话最终是完成了一个平局 我觉得这个平局呢 斗舞他们残局确实打得非常好 但是马哥这个金生教的有点亏啊 那也是恭喜的我啊 我败的 MrJ R 我败的